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医生总监拿多诺西山早前已经坦言 政府在对抗新冠肺炎的努力 确实面对了问题及挑战 尤其在追踪密切接触者的过程 只是因为有些商店没有使用Messageatera App 或访客记录部讯息不完整等等问题 与此同时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多斯里·伊斯麦沙比里说 目前全马各大商家所使用的手机应用程式 林林中正 而且有的场所没有使用Messageatera 并引起了混乱 因此国家安全理事会决定 强制规定所有商家和商店 必须使用Messageatera App 不过 没有互联网服务的郊区或小地方的商店 则可以豁免并继续准备表格 让顾客以手写方式填下资料 伊斯麦沙比里说 总检查署将在线报上颁布 强制商家使用Messageatera App的规定 无论如何商家还是可以使用其他附加的手机App 但前提是必须强制提供Messageatera二维码 给顾客扫描登记 透过Messageatera除了可以取代人工手写记录 更加系统化外 还可以监督员工的健康状态 检查公司附近有没有确诊病例 同时商家还能通过App来规定 允许风险低的员工前来工作 随着政府宣布强制全码商家使用Messageatera之后 商家也开始纷纷注册Messageatera 这个注册的过程非常简单 而且不需要缴付任何的费用 商家完成注册后便可以获得二维码 之后打印出来就可以完成了 与此同时Messageatera App 在7月29号的时候推出了更新版本 在这新版本中添加新一项Hitry功能 用户可以查看Chain的记录 通过MessageateraHitry功能 用户和执法单位 可以直接查看近期内Check-in的地方 民众如果遇到警察或执法单位临检时 也可以通过这项功能 轻松证明自己已经Check-in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更新后版本的Check-in记录 才会显示在Hitry页面 而早前的记录则依然保存在Messageatera系统里面 另一方面有民众却发现 不是所有手机都能够下载Messageatera App 同时一些手机用户也面对无法更新 Messageatera最新的版本 因此民众说 若强势使用Messageatera App 可能还无法收到成效 无可否认目前大马最流行的手机应用程式 依然是Messageatera 不管你是逛街的顾客 进行居家隔离的大马人 想要获得50令吉电子钱包派发者 还是各行各业的商家 如今都需要下载Messageatera 正所谓疫情当前 轻松扫描二维码 留下位置追踪记录 你我都有责 谢谢收看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TFM陪伴着你 感谢观看